大家好我是星虹 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傻傻傻逛了一圈 这是我爸消费的 给我们买的韭菜 康朗骨 这个是大鸡花 完了还有三块大豆腐 这三块大豆腐一人加一块的 我爸都没拿 那我就拿回去两块吧 这块让我再拿回家 晚饭就说多少了吧 肯定有豆腐肯定有韭菜 这两块先拿俺家去 这不是离我爸家近吗 待会我给他送过去 他走他没拿呀 你说还热乎的呢 我爸说了 就这块大豆腐在那大酱 他一顿都吃那一大块的 完了还没拿你去吧 康朗骨拿一档 剩下的你拿走吧 这个焦糖的你点的 看看我的车 再看看我小妹的车 今天下班比昨天晚一些 先把衣服换了 然后准备晚饭 你回来这么早呢今天 今天完事了 啥没收着呢 桌子上东西还没收着呢 我刚进屋 我这应该正在看着我的 老爸买的 还有大豆腐 还有韭菜 那啥意思 咱们几个去溜达了的 然后老爸买的 那买酒再来一下 不是这韭菜挺好的 咱哪买的韭菜 潸潸 人家自己家弄的 嗯好像是 我口脸像中午不像同事的 嗯 今天晚上 韭菜 搭豆腐 哎 搭豆腐直接咱们蘸酱食吧 行 啊 看见没 这就是他的家庭地位 回来之后人就坐着打游戏了 我就逛逛人进屋房 这块豆腐放门口去 一会大时候接孩子 让他给我爸送 还热乎着呢 这韭菜要剥饺子 你吃饱多饺子 你吃饱多饺子吧 先少等一小柳炒鸡蛋 这酒菜挺大面的呢 我这衣服都小了 嗯 小了你买一套呗 我说给你买一套 还不让 我给你买牌子呗 天天生活那么苦干啥呢 你买几个好饺子呗 那两条骨子 漏眼的都不舍得买新的 那天天渴客户过了 真的 你说你那骨头啥样呢 师傅过年之前我就说你买两条 就买 能不能穿吗 我有问题 能穿 这裤子那条我都不照 我一手 这裤子花超一个眼 对呀 我就说你买两条 这么会过呢 我现在三条裤子 人家那句话咋说了呢 其实那是三条裤子 该生生该花花 那你这都没花这种地方 你不上酒吧不就得了吗 我没上酒吧呀 所以说嘛 你就在哪不能省出来买两条裤子的钱 所以这有道理 咱俩在生活方式不对 我总结了一下 咱俩这些年呢 花钱 钱都没花 增利 那花啥年了 所以说改变一下方法嘛 啥改变的 买两条裤子 我就觉得我的思想是有问题 其实我一直都想买一些好牌子的衣服 好看一点的贵 大家说我这个品质不太高 就追求点高肚子 但是呢 我总觉得我自己有点胖 我还总觉得我自己能瘦下来 如果说呢 在我胖的时候呢 花高价钱买一套像样的衣服 万一我瘦了这一条衣服就白假了 还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胖穿的还不好看 就因为这个理由嘛 就一直买衣服 也不是买很好穿的 也不是很贵的 也没见着穿的好看 这就是我这个大虎是吧 酒菜炒鸡蛋 大豆腐 最后一道爆炒甘蓝 昨天这些俩吃的太腻了 今天给他俩切些腻 增点素的 干啥呀 这个吓人啊 那我还有一块大的鸡蛋 你去吧 我吃鸡蛋 怎么样 怎么样 嗯 但是我饭也要饭 这个他吃了 这个我吃了的 嗯 你俩真棒 还剩块大豆腐 鸡卷的啊 哦 嗯